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介绍一下 试码的16mm f1.4 如果拍摄视频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个焦段 那我一定会优先考虑24mm焦段的镜头 比较可控的透视可以让我使用更多不同的角度 并且依附于广角镜头特别短的对焦距离 可以在特写的时候得到不错的虚化效果 大家好 我是书一个摄影员 还有者也是一个商业摄影师 内容创作不易记得点赞关注后再收看哟 之前的视频里有小伙伴吐槽我太吹试码了 和我反映镜头对焦的声音其实很大 那么我这里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体验 可能大家对噪音的标准不太一样 那我开箱的时候也说了 我手持拍摄的时候几乎听不到56和16的对焦声音 领夹麦克风也没有收到明显的噪音 可能是适马后面的批次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改进 有可能我使用的拍摄环境还不够安静 没法凸显它的噪音 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 我希望在以后的视频里可以找到更加客观的表述方式 也特别感谢各位小伙伴在视频下面的留言和反馈 好的回到今天的马吹环节 希望官方可以看到 不用给我打钱 给我提供测试样品就可以了 从外观的角度来看 这颗镜头的尺寸是3000克里最大的 大致和一个350毫升的一拉罐相当 加上直光照后会更大一点 镜头的裸口是67毫米 从侧面上看整体的造型并不是特别协调 最近对照距离为25厘米 等效的24毫米的视角下依然可以得到一个较大的放大效果 不过毕竟是广阳镜头特写式难免会造成一定的透视变形 画质方面直接上大图吧 从光圈F1.4到F6基本全程解析力都是可用的 不过F1.4会有比较明显的口径式 对焦的速度和柔顺度都不错 尝试了从最近焦点到背景里灯光之间的焦点切换 貌似没有听到特别明显的噪音 虽然是F1.4光圈 但是毕竟是24毫米的广角 只要拉开一点距离就不会有非常明显的虚化 或者背景如果离得比较近 虚化也不会特别明显 胶外的氛围也不像F5.6那么柔顺 像24毫米的视角是我日常比较喜欢使用的 既能拍摄一些场景 也能在特写的时候得到一定的虚化 拍摄运动镜头的时候也能带来不错的速度感 不过在拍摄的时候应当注意透视和构图 以免造成观看者的不适 目前这个镜头二手价格在1800元左右 原厂没有类似的镜头 只有一个16F2.8 那我之前使用过的过程中 感觉体验并不是特别好 那这里不做过多的赘述 是吗 这颗16毫米F1.4作为索尼C画幅里面 常见的镜头里比较少有的广角大光圈定调镜头 当然不能和原厂的大哥大241.4GM去做比较 相对这个价格而言 做的已经是比较不错的了 我是能拍会说七叔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长按点赞并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